台长告诉大家 有一对年轻人结婚 他们送喜糖啊 全部送的是口香糖 很多人说 结婚送喜糖 为什么要送口香糖呢 这对小夫妻很想得开 说现在的婚姻都是这样 像口香糖一样 开始吃的是甜甜的 越嚼越没有味道 到了最后也就吐掉了 我们要学会珍惜才能拥有 珍惜生命就会拥有生命 珍惜感情会拥有感情 所以人的业障包括对人的不了解 人生难在于理解别人最难 如果你能理解别人 你就会理解自己 所以很多夫妻吵架总是说 你听我说 你不要说 我不要听你的 因为你已经有自己的认为是对的 对方也认为他是对的 所以两个人才会争吵 如果只要有一个人听听别人讲 可能你就会不会争吵 我们要告诉大家 要理解别人才能感动别人 台长讲一个非常感动人的事情 有一位父亲 单亲父亲 他的妻子很早就过世了 他抚养了一个小孩只有七岁 这个小男孩很懂事情 妻子过世之后呢 这个男的单身父亲呢 总觉得对不起这个孩子 有一天呢 他出差 他没时间陪孩子吃早餐 陪着孩子一天 一路呢 就担心孩子吃早餐了嘛 今天会不会一个人在家里哭 不停地打电话给孩子 孩子非常懂事 就跟爸爸说 爸爸我吃过了 你不要担心啊 你几点钟回来啊 这个时候呢 他就告诉孩子 晚上赶回家 看到孩子已经睡熟了 他松了一口气 突然呢 他看到孩子的棉被下面呢 竟然呢 有一碗打翻的熟泡面 父亲 非常的愤怒 他打了孩子的臂部 然后呢 跟孩子说 你为什么不乖啊 孩子 你惹爸爸生气 棉被都湿了 谁来洗呀 这是他的妻子过世之后 他第一次打孩子 孩子哭着回答说 爸爸 我没有调皮 这是给爸爸的晚餐 原来 这个孩子很懂事情 他想到了 为了配合 爸爸正好回来的时间 他泡了两碗泡面 一碗自己吃掉了 另一碗给爸爸 自己吃完了之后呢 他怕爸爸 这碗泡面凉了 他想保温 他就把泡面 放在了棉被下 想保持这个温度 爸爸听了一言不发 紧紧地抱住孩子 看着碗里熟泡面 还有一半 他对孩子说 孩子啊 泡面还没有凉 爸爸马上就吃啊 所以 很多时候 我们对孩子 不了解 我们对自己的亲人 不了解 对别人的爱 不理解 所以经常会 夫妻争吵 想一想 菩萨 也是这样 救我们 他们对我们 付出 无尽的爱 但是我们 不理解呀 菩萨说 我们要 有求必应啊 你们求观世音菩萨 菩萨会救你们的 但是很多人 就是没有念经 就是没有求啊 所以 菩萨说 人间苦 是因为我们 不理解啊 所以 我们因为有欲望 才得不到平安 希望我们的人 多懂得点爱 少一点恨 这个世界 才会充满阳光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